求求你 给我补上一枪啊 兄弟 求求你 胡老头 你想死 是不是 公月 你不要火烊焦油了 就你这点能耐 还扯着脸当老大呢 你想一死了之当甩手掌柜的 你有没有想过我 你死了我怎么办 我这当压寨夫人还不到一天呢 我还指着你吃香的喝辣的 耀武扬威呼三喝四呢 你倒好 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就想让我当寡妇 你想什么没事呢 不就是独眼老三 变成瞎子老三了吗 那又能怎么样 本夫人不嫌弃你 我看谁敢嫌弃你 世界上瞎子多了 人家还都不活了 你不是说 自己的猪自己宰吗 我今天就看看 你到底是怎么宰的 夫人 夫人 枪 我给你了 你想怎么宰就怎么宰 你放心 有我在这儿守着 没人敢来你 宰 啊 啊 大哥 你去哪儿啊 我得去探探路 石松虎不是一个 安全落脚的地方 得赶紧挪卧 我去了 走 走 进来 董总 各营各连的伤亡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损失大吗 特务连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独立营的伤亡结果 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损失最大的是炮营 有五门山炮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炮手伤亡十一人 清风里那边呢 根据打扫战场的情况看 他们的损失要大得多 老巢几乎被全部炸毁 死亡人员应该在一半左右 据报告 独眼老三也受了重伤 目前生死不明 赵经哲 要让他躲过去了吧 是 赵经哲毕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人 对咱们十八团也十分了解 狡猾得很 据王营长报告 炮营被偷袭就是他干的 一个人 对 就是说他一个人 就把炮营给搞瘫痪了 咱们的炮兵阵地周围 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常规方范 可没有人发现 他是从哪个地方里钻出来的 来我呀 我老把他当成新兵蛋了 其实啊 那小子受他爸爸赵青山影响 从小是炮军营 别人都是十七八岁 才吃亡当兵 可他七八岁 就是一小兵友子 你意思是来真的 什么呀 你真的要给独咬老三 做压寨夫人 如果要是 没有胡大哥 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我承认我一开始说要嫁给他的时候 是因为不想让你为难 想让你顺利离开封林 可现在 我觉得胡大哥挺仗义的 挺好的 好 好 青山 韩妹 我决定收回对你们的承诺 不再护着那个土匪了 他现在不仅毁了自己 还毁了谷雨 毁了小满 他现在不仅是我欧阳尊的敌人 也是整个十八团的敌人 二位 我对不住你们了 小姐 吃饭了 小姐 你的午饭还没吃过 大叔 你把饭收走吧 我绝食了 绝食 说什么孩子话呀 我真的绝食了 除非你让我爸来见我 否则的话 我不会再吃一口饭 再喝一口水 我不是说过了吗 团长正忙着脚匪呢 脚匪 赵金哲真的当土匪 这还有假吗 那个兔崽子已经无药可救了 不可能 金哲他不会当土匪的 他不仅自己当了土匪 还拉着石处长的女儿谷雨 一起入了火 你知道吗 谷雨那傻丫头 已经嫁给了毒烟老三了 成了土匪窝的压寨夫人哪 谷雨成了压寨夫人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小姐 卖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我要见我爸 我要见欧阳村 小姐 我只是个送饭的 绝食了 我的闺女 这都跟谁学的呀 跟他老爸还来这套 没关系 饿死他 团作 您就别说气话了 这千错万错 都是赵金哲的错 您不能拿一个混蛋的恶行 惩罚自己的女儿啊 你说完了吧 把门从外边带上 我这忙着呢 喂 你有完没完啊你 团作 那小满小姐不能总关着了 伤身体不说 还容易造成心理的创伤 我不关他怎么办 他跟赵金哲在山里跑了十多天 回来就像换了一个人 我不把他关起来 我是怕他变成野人 赵金哲 十股语 现在再加上欧阳小满 你说这都什么事嘛 非得每一家都出一个叛逆吗 黑虎大哥 搭当家子怎么样了 应该是好多了 安静多了吗 没有 古语小姐在里面 在里边安慰大当家的呢 还疼吗 不疼了 老爷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的眼睛治好 丫头 你就不用安慰我了 我的眼睛啊 好不了了 你别说这么泄气的话行不行啊 就算你眼睛真治不好了 我当你的眼睛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好好养伤 踏踏实实睡一觉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看看大当家子 没事了 他已经睡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先回去吧 你这样我怎么回去啊 我没事我挺好的 你还是想想办法 去哪弄点药吧 老爷子和弟兄们 都等着救命呢 白龙 白龙 二当家子 清风凌药物的情况怎么样 不行 我去过了一片废墟 啥东西也没了 你给我进趟城吧 不行 太危险了 况且没有哪一家药行 愿意买药给咱们 那也得试试 静政 太危险了 走吧 小心点 你坐 小满小姐回来了 还有两个人看着她 不许再让她迈出家门一步 爸 我想跟您谈谈 所有的事情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没什么好谈的 您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这肯定是别人的猜测或者是谣传 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也既不是猜测 也不是谣传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京哲和谷宇会当土匪 他们肯定是有他们的苦衷 他们肯定是被独言老三胁迫的 或者只是暂时落个脚而已 我也不愿意相信 可这偏偏就是事实 爸 求您告诉我 他们在哪儿 我去找他们去 我不会让京哲当土匪的 我绝对不会 你让我清静点不行吗 爸 我求您了 您告诉我吧 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王思佑 傻站着干什么 送她回房间 是 小姐 回房间吧 别惹你爸生气 快点 二郎家的 这城里所有的药店和诊所 都让十八团的人 给看守住了 咱们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药的 就算是能拿到药 也出不了城啊 二郎家的 咱清风岭 这次真算是要完了 哎 他不仅自己当了土匪 还拉着石处长的女儿谷雨 一起入了火 你知道吗 谷雨那傻丫头 已经嫁给了毒烟老三了 成了土匪卧底阿宅夫人呢 来 在这儿等我 我都听说了 赵二郎家 避其锋芒 以退为进 战水又没有问题 是毒烟老三 盲目进攻 才会导致你们后面的惨败 这有时候土匪就是土匪 不好弄 如果清风凉 都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那还要你赵经车干什么 那还要你赵经车干什么 我都听说了 战水又没有问题 才会导致你们后面的惨败 这有时候土匪就是土匪 给 按照这个地址 去找一个行中的老板 他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药品 教官 我们都知道 你现在最头疼的 是那么多的上院无药可医 而十八团又几乎控制了 所有的药行和证所 教官 您在最及时的时候 帮助我最要紧的事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谢谢 警长 你要记住一件事就好 你不是一个土匪头子 而是一个战士 革命烈士的后代 二老家 二老家回来了 二老家回来了 来来来 回来了 是 靖哲 这些药都是哪来的 所有药品都被十八团控制了呀 朋友送的 朋友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朋友 准确地说 应该算是亲人 来来来 亲人 都谢了吧 好嘞 咱们不是孤儿了 咱们有朋友 有亲人 很多很多亲人 走吧 休息休息 老杜 是我 欧阳尊 不好意思 我这儿出了点事 所以没有能够 及时把人送到上海 不会那件事就黄了吧 那太好了 因为 因为有点变故啊 你看 我能不能换一个人 你再想办法把他送出去 石谷雨啊 他不想出国 所以我想换成欧阳小满 那好 那我会尽快把人送到上海 好 好 我不会 这回不会再有什么事 再变故了 好 多谢 王副官 报 文总 小满的 小满小姐去医院了 病了 不是 她小唐护士受伤住院 她一定要去看一下 您放心 我派人跟着 把她给我看好 不能再出变故 是 土匪就是土匪 这么漂亮的唐北小姐 都吓得了手 我觉得这一枪 挨得特别值 你说 谷雨她会嫁给毒眼老三吗 消息绝对可靠 听说啊 还是毛锤自荐呢 可我听说 那毒眼老三又老又丑 还是个毒眼龙 要是跟她同床共治 想想都觉得恶心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人啊 喜欢孙悟空 有人呢 喜欢猪八戒 咱们谷雨小姐不是口味重吗 喜欢牛魔王 要我说啊 这事全怪赵金哲 他自己当土匪就算了 还把谷雨扯进去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他的朋友吗 朋友值几个钱啊 朋友本来就是用来出卖的 如果赵金哲 不把石谷雨献出去 他能当上清风领的儿堂家吗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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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 想喝点什么 我不是来和啥聊天的 唐贝 赵金哲和谷雨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一定要全部的 真实的 偷保留的告诉我 你知道在我心里 朋友这两个字是非常神圣的 是不容许有任何玷污的 如果你说了假话 咱俩朋友没得做到在其次 我会想出很多种办法 让你为你的谎言付出代价 好了 大小姐 严重了啊 你这么绷着脸 我真有点不太习惯 说正事 赵金哲跟谷雨的事还用我说吗 你到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 都能说得很清楚 大街上有很多人 但不一定是朋友啊 好好好 大小姐 我如实报告 不掺杂任何添加剂 这独眼龙啊 看着还真是一目了人呢 这使枪射箭哪 都不用瞄准 对 我看啊 至少比斗地眼强多了 是啊 斗地眼龙 欧颜连长 唐北在吗 他跟你妹妹一起回家了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在背后谈论别人 是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自己掂量一下吧 好 这赵金哲啊 他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自己被追得走投无路了吧 就想找独眼老三当靠山 找一个苟颜残喘的落脚之处 那谷雨呢 就成了他讨好独眼老三的敲门砖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你手上枪伤谁打的 独眼老三啊 我当时要带谷雨离开 谷雨死活都不肯 独眼儿那个老乌龟 就把我给打伤了 我不相信赵金哲会自愿当土匪 我也不相信 他会为了讨好独眼老三 拿着谷雨去当敲门砖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 都到什么份上了 大小姐 你还在这儿冒傻气呢 你去十八团打听打听 赵金哲为了保护那个土匪窝 差点毁了整个泡营 谷雨呢 一个人 挡着整个独立营的枪眼 你知道现在人们都怎么说吗 男道女昌 异秋之河 我不许你这么说 大马哥 你和小马怎么说的 你让我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了 你没走到风上吧 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把真相说出来 对我有什么好 阿玛 那你休息吧 大马哥 谷雨宁愿嫁给多远老三 亦不愿意回到你的身边 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 她只能 不要和我提谷雨 行吗 是 王医长 小白 你怎么来这儿了 赵金哲真的当了土匪 小白小姐 这能有假吗 因为她 我泡营十几门泡 有一半送去修理厂了 我这还背着处分呢 小白 就是这个赵金哲和十五月创通仪器 让十几月到镇前 多抢眼儿去了 都天高地高的家了 小白 小白 你老追着我干什么呀 那你干吗跑呀 你要不追我 我能跑吗 你不跑我会追你吗 小白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我更倒霉的人了 我求你们 放我一马好吗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问完我就走 你什么都不用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 燕燃 你知道我欧阳小满 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女 爸爸妈妈喜欢 老师同学喜欢 街坊邻居喜欢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一网清澈见底的水 是一朵不会染成的花 是一个从来不会 忍是生非的女孩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吃过野果 睡过野地 当过野人 对了 我前两天 还刚刚从牢房放出来 你知道吗 我最近还学会打枪了 那玩意儿一点都不难学 我打得可准了 小满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呀 军车究竟是谁劫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劫的 唐北说古语是被劫到清风岭的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别告诉我你那会儿已经不在清风岭了 是读研老三和赵金哲合谋干的 你不是不知道吗 我已经不是清风岭的人了 清风岭的事我不想再掺和了 是你和读研老三合谋 携了军车抓了古语 然后胁迫赵金哲上山的 对不对 我没有 是 是什么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又是我哥的主意 对吗 你别再问我了好吗 烦死了 你必须回答是或者不是 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去找 刚刚有人在路上看到小满子追她 我才知道她回来了 连长 她是跟那帮土匪人一看她走 她一定知道新的土匪活在哪 跟我说 跟我说 清雅 带回去 联系审问 是 十八团特务联副联长长成风 我负责带燕燃夫人回去问话 程大哥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您让我问完好吗 小满小姐 赵金哲和谷宇就是土匪 不管你问多少人 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现在他们是不是 土匪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到底是谁把这两个 从来没想当过土匪的人 逼成了土匪 燕燃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相信赵金哲 会和独眼老三合谋 携军车抓谷宇 然后把自己逼成一条绝路的 这里边一定又是一个阴谋 而你肯定是参与者 燕燃 你不说也没关系 但你应该知道 携军车杀害军人的罪有多大吧 告诉我 谁才是把他们逼成土匪的罪魁祸首 这件事情我来告诉你 我现在说 梁游兄弟辛苦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说话听得懂吧 陈锋连长 有 带颜然夫人回去 是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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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等了 敬礼兄弟 古语 你们坐吧 老爷子 眼睛好些了吗 多亏你买回来的药已经好多了 不是我买的 晶哲买的 都一样 今天我大伙召集到乱石崖来 一共有两件事 把它带上来 大 大当家好 夫人好 二当家好 周围弟兄们好 各位 这个妖姬啊 曾经是清风陵的二当家 十八团学习清风陵之前 这小子胆小怕死 脚底猛油跑了 昨天 他又找到了我们的人 地话说 在外边混不下去了 愿意马吃回头草在座领上人 不知 各位是个狭想法 大当家的 妖姬挡小怕死 私自逃离清风陵 找咱们老规矩 可是要跺脚的 不 白龙 老规矩早就改了 什么跺脚啊 跺耳朵这些 惨无人道的惩罚方式 早就被二当家给废除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以后谁要是再敢说老规矩这事 别怪我跟你们急啊 这老规矩撤除了也得有规矩啊 二当家 不是有句话说就 没有规矩不成方言吗 是吗 静哲兄弟 在军队里是怎么处置逃兵的呀 这要是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了 得杀了 别 别 别去 我没说完呢 妖姬好像不算 战斗还没开始了吧 他就跑了 他这属于 点小 清风陵不要软骨头 你既然已经跑了 还回来干什么 不是 我那个不能算是逃跑吧 我是去槐水庄打探情况去了 结果被抓住了 你放屁 既然被抓住了 你就应该一死相拼 拼一个够尾 拼两个占一个 一个倒好啊 淡淡的缩头乌龟 还淡淡的十八惨的shake 清风陵的连可都让你给丢尽了 没错 没错 不算个逃兵也算个叛徒 二当家 在军队里这个叛徒是怎么处置的 我知道 叛徒比逃兵更可恶 可杀勿论 杀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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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是个王化人 又上过军校 妖极的事怎么办 你说了算 好 这么丰盛啊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想 我当野人最大的收获就是 有的吃就赶快吃 有的睡就赶快睡 随着准备半夜惊魂 拔腿就跑 赵清泽把你教得真好 各位 是这样 清风岭的事是因为我起的 我不太想怪其他的兄弟 还有 那天十八团大家都看到了 完全摆出的都是一副 决战的架势 在座的有很多老兵了 敌强我弱 谁心里不处啊 欧阳大满逼着他 还有燕燃上山去谈判 开出的都是对我们清风岭 有利无害的条件 所以 即便是假的 也是有说服力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你 应该不算是叛徒 谢谢 谢谢二等家 谢谢 如果大家要听我的 我的建议 大家不要再讨论什么叛徒 还有逃跑的事了 至于 什么割脚啊 割耳朵 算了吧 妖姬想回来 我觉得不是不能考虑 这个时候 我们经历了清风礼战 缺人手 她还想回来 说明至少对我们 还是有感情的 是吧 妖姬 是是是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胡达哥 你怎么看 大堂里的椅子 不能让她再坐了 伏法伏众 大大大当家 只要能赏着小偷口饭吃 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妖姬 生是清风凛的人 死是清风凛的鬼 好了 妖姬的事 就照荆哲兄弟说的办 上开 是是 现在 咱们说说第二件事情 就是鸭寨夫人的婚事 如何办 什么时候办 这事 当然得听大当家的了 是吧 没错 去大当家 去大当家的 去大当家的 丫头 老爷子 做清风凛的鸭寨夫人 是你自愿的 我说得没错吧 没错 腹不沾光 穷不抛弃 肝胆相召 生死与共 这些话也是你说的 没错吧 老爷子 自己的猪自己宰 我十股语说过的话 算数 你就别再啰嗦了 咱们山寨的规矩 只有大当家的老婆 才能做压寨夫人 我知道 那我可就选日子 操办婚事了 越快越好 我说 哥 你说吧 说什么 谁才是把 京哲和古语 逼成土匪的罪魁祸首 你不是说这个问题 你来回答吗 你往上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这一切都是天意 你想啊 如果赵叔和梅一 他们不是共产党 他们就不会被杀了 赵京哲也不会落到 今天这个下场 同样的道理 如果石叔叔不是共产党 他也不会被杀 石姑一也不会落到 今天这个下场 爸爸要给他送出国 完全是为了讨好 但是他把爸爸的这番好意 完全给辜负了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哥 你好像转移话题 答非所问了 因为树有根 水有源 一切的事情 都是要有根源的 我不是来这儿 听你讲哲学的 好 我可以再问得简单一些 再直接一些 请问欧阳连长 捷军车究竟是谁的主意 如果我说是赵京哲和 读言老三 你相信吗 当然不会 这不就完了 那你干吗还问我 因为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啊 是你坚守自导 是你和清风里的土匪勾结 共投谋化了捷军车 抓谷雨的阴谋 你非得把我逼成罪魁祸首 你才高兴是吗 不是我在逼你 是你用很卑鄙的手段 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让他们不得不成了土匪 因为你喜欢赵京哲 所以你为他开拓 没问题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石谷雨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你要除掉赵京哲 就必须要以他现身 而我 你已经利用过一回了 不可能再利用第二回 妹妹 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说的这些 都是你主观上的想象 我再问你一下 石谷雨出国登船时间地点 是不是你告诉的赵京哲 我们为什么要害谷雨 我为什么要害谷雨 我承认你爱谷雨 但是你最爱的还是你自己 你可以冠冕堂皇地 出卖自己的爸爸 也可以卑鄙无耻地 出卖自己的妹妹 我凭什么相信 你不会出卖谷雨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她是我这辈子 最爱的女人 咱们清风凌啊 确实该重重洗了 免得总是晦气沉身 让大伙心里弄得不舒坦 成亲的日子越快越好 不过大当家的取亲 也不能太草率了 总得张罗得像个回事 后天是个好日子 咱们就定在后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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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虎 多着急个丫头 把新房子给我布置得 漂漂亮亮的 要看着亮眼 住着舒坦 还要看出大当家的 和压寨夫人的威风和虎气来 您放心 这事都交给我了 白龙 大当家的 杀猪宰羊的事 就由你负责操持 酒要好酒 菜要好菜 别他娘的口口嗖嗖的 舍不得花钱 大当家的放心吧 满汉全席不敢说 让众弟兄们吃饱喝足了 这是一定的 可好 你们办事 我放心 丫头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你是个文明人 讲究多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老爷子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驾个螃蟹横着走 老爷子 痛快 静哲兄弟啊 那你呢 好吧 既然没什么话可说 这婚事就这么定了 不过 从明天 不 从现在开始 赵经哲兄弟就是咱们 清风凌的大当家的了 什么 胡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兄弟啊 大哥老了 眼睛也看不见了 以后的清风凌啊 就是靠你来掌管啊 弟兄们 你们说说服不服啊 服 等等 老爷子 你什么意思啊 丫头 你既然喊我一声老爷子 那我就一劳卖老了 清风凌以后的大当家的 那就是经哲兄弟了 但是 压债夫人不能变 胡大哥 老爷子 我说是要嫁给你 没说要嫁给赵经哲 这婚我不同意 我也没想娶你 丫头 做清风凌的压债夫人是你自愿的 而且只有大当家的老婆才能做清风凌的压债夫人 这也是你点了头的 我没说要嫁给她呀 说出的话就是泼出的水 你收不回来了 兄弟 我虽然眼睛瞎了 可我的心没瞎 自从顾与丫头第一次说出要嫁给我那天起 我就看出来了 顾与不光是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姑娘 她还是个能为你活 能为你死 能为你舍的一切的姑娘 天底下这样的女娃娃不多 老天油盐赐给了你 这是你的福气 是你的一辈子的福气呀 丫头 话是一样的话 理也是一样的理 你对荆哲兄弟好 我看出来了 荆哲兄弟对你的好 我也看出来了 他的本事难得 他的心眼也难得 跟着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你想吃亏都难 听瞎子一句话 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们是绝配 是绝配呀 弟兄们 拜见大当家 拜见压寨夫人 拜见大当家 拜见压寨夫人 拜见压寨夫人 拜见大当家 拜见杨队夫人 拜见大当家 拜见杨队夫人